根据动态规划的精神 我们先前面考虑完一期 所以接下来考虑最后两期 所以就说 我们是在销售季节的最后两个礼拜 也就是第8跟第9 然后我们在两个礼拜要设定 每一个礼拜的这个价格 那我们假设我们在第8个礼拜的一开始 手上的库存水平是U8 那根据动态规划 Bagwall in time是最佳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我们手上的库存 然后这个是前一期 的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要在第8个礼拜 决定 两个变数 然后使得我们的利润最大 所以呢 根据动态规划 这个我们的价格呢 一定要小货等于 前一期的价格 所以就是一步的收入 然后加上到最后第9期 然后我们的手上的库存 减掉我们的需求 然后加上我们 当时的这个价格 好 那我们假设 我们手上有 库存有200 一样 那我们要把所有的可能性 5的倍数的库存 可能性的全部给他列出来 那为了教学方便 我们只讲 其中一种情况 所以呢你的这个存货 现在的库存 它是200 所以我们要去看他的 EMV 所以结论呢 价格呢要订 这个 103 OK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订 70的话呢 它的销售量呢 就是200 各位注意到 我们现在手上的库存是200 然后呢 如果你订80的话呢 它销售量是165 所以它会有剩下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EMV的算法就是说 我们是算 one step 然后cost to go 所以呢你要去算 103的时候 然后呢你这一些销售得到的什么 一步的 收入 然后呢 剩下的库存呢 要在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会得到10351 所以你两个阶段的 总收入呢 是19621 那 各位可以特别注意到 如果你是用greedy 贪婪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你站在第8周 然后你呢 贪婪法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考虑 EMV最大的 所以呢 你就会在第8周 把75块 把货 清完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贪婪法的缺点 因为你是考虑到当下 没有考虑到未来 你把清完之后呢 你第9个礼拜就没得卖了 所以虽然说 你呢 在第8个礼拜呢 得到 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利润 对不对 这是15000 这是9270块 但是实际上 因为你没有考虑到第9 个礼拜 所以人家第9个礼拜有多 1万多块的收入 加起来反而比你多了 4000多块 所以呢 这一个 最佳策略呢 两期的最佳策略 竟然会帮我们增加 4000多块的策略 所以这再 再一次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用动态规划 不要用直觉的 我们现在 好就好 这种就是贪婪的 规定 所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